這是B部分 之前我們在A部分說了 懂得 define 什麼叫做 physical change 或是 chemical change 這些是很基本的 就是一些 chemistry 的概念 到B部分我們真正去講一下 Planet earth Natural resources 因為Planet earth對地球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們基本上 所有的 material都是來自地球 當然 你說在外太空飛過來的 material 我們用不用到 暫時來說 我們還未用到太空物料 所以基本上 絕大部份的 material 我們都是由地球拿出來的 基本上我們分開三大部份 這個在我介紹過 我們會說 這個最重要是這裡 我們會有Ocean Ocean就是海水 海水 會蓋著地球 我們會踩著地球 然後整個地球 就會被一層 即是gas 我們叫atmosphere 包著 當然啦 裡面的核心 我們就很難理到 因為都很難在裡面拿到東西 我們最主要都是在地球 Earth crust 拿到我們所需要的 resources 這是自然的資源 這是自然的資源 為甚麼自然的資源 我們可以拿到 在地球中 我們可以拿到 因為地球中 我們只說了 其實是一種混合的 是一種混合的 是一種混合的 我們可以拿到 Nitrogen 這是最主要的 Oxygen 或其餘 還有一些很少量 我們所謂的 Noble gas 甚麼是Noble gas 我們稍後再詳細說 第二 在Ocean 其實大家知道Ocean 也是一個Solution 因為它是Sea Water造成的 Sea Water 裡面有些甚麼呢 其實就是一些 Dissolved Minerals in Water 就是一個Solution of Dissolved Minerals 何謂Minerals Minerals 你可以簡單地去想 就是Metal Containing Compounds 譬如我們最多的 就是Sodium Choride Sodium Choride 就是一個 Sodium Metal的 Compound Sodium Choride 就是其中一種很重要的 Minerals 在Sea Water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 所以在Ocean裡面 我們可以拿到水 當然 海水不可以就這樣喝 但是我們可以用海水化碳的技術 我們就可以把海水裡面的水 抽出來 Extract出來 我們就可以飲用了 第三 就是地殼 地殼 地殼裡面就是石頭 而石頭 不是只是石頭 其實它是包含很多其他的Minerals 就是Minerals 為甚麼呢 就是Metal Containing Compound 砂 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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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都是Metal Containing Compound 很多時候都有 我們做甚麼呢 就是做一些Glass 做玻璃 做Simon 就是那些鷹泥 鷹泥 鷹泥 鷹鷹 鷹鷹 鷹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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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 半導電體 其實就是這些Simon 造成的 所以你看到我們在地殼裡面 其實可以獲得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Natural Resources 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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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家